大家早安 欢迎来到巨棚讲义 学艺经创意过生活 今天启动正向能量的好卦是火雷适合卦 火雷适合卦的卦象 火在上 雷在下 火在上代表太阳 太阳下打雷是一个晴天霹雳卦 有点不太符合自然现象 所以是一个需要趋极必凶的逆向思考卦 因此照正常现象来讲 火雷适合卦应该是由下卦的正为雷到上卦的离为火 顺时钟来看及时立方贵人 但这个卦象是需要趋极必凶的逆向思考行动卦 所以要反方向的逆时钟 从更为山到空为地 来看他的及时立方贵人 所以火雷适合卦的趋极必凶卦是空为地卦 他的及时是下午的三点到六点 立方西南方贵人母植被 那幸运色是绿色 那幸运物是牛 那他的五官负是要多包容的意思 那卦性是顺 在状况不好的时候 更要顺势而为的意思 所以整个火雷适合卦 趋极必凶的行动准则是下卦正为雷 是要动的意思 那上卦 离为火 是卦性为力 亮力明确的意思 所以只要内在谋定而后动 外在目标明确 在积极的趋极必凶行动下 还是会有好事情发生 火雷适合卦的正向关键词是整合突破 火雷适合卦 火在上 雷在下 就像前面讲的一样 太阳下打雷 是有一种晴天霹雳的感觉 就像我们炮兵作战 需要做好整合 展开霹雳行动 才能快速的达成目标的积极行动卦 而火雷适合卦 也是一种象形卦 整个卦向上下两个卦合起来 就像嘴巴里面有牙齿 上面的牙齿 下面的牙齿 那中间有一个东西 那合起来要把它咬断的意思 所以火雷适合卦给我们的启发就是 把想要的目标简单化 整合所有的资源 集中权力 速战速决 就能够有所突破 人生很多的时候 都会像遇到火雷适合卦的卦向 给我们的启发一样 中间的那一段 就像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或遇到的一个问题一样 只有把目标简单化 整合所有的资源 展开霹雳的行动 速战速决 才能有所突破 达成我们想要的目标 在意经幸福学的观念里 人生所要追求的幸福是一种动态均衡的感觉 才能达到圆满的境界 那整个人生的幸福八大领域 从健康 财富 学习 事业 人际 心灵 家庭 休闲中 年轻的时候 30岁以前 是以学习领域最重要 把赚钱的能力培养好 就能打好我们财富领域的基础 而过了30岁以后 就是要透过人际领域的相辅相成 以事业领域为核心 发挥我们专业的能力来实现人生的梦想目标 所以火雷四合挂的创意行动练习中 下挂正为雷 是挂性为洞 所以代表事业的领域 上挂黎为火 火五官代表木 所以整个创意行动的规划就是事业的木 所以创意行动的生活提案是 制作一份能整合所有资源 突破未来的事业梦想版 人生很多的梦想目标 要能先能看得到 就能做得到 吸引力法则自然就会启动 我们创意练习卡的64个创意生活提案 就是要透过正向思考 正向的行动 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在发展事业行动的过程中 聚焦在人生梦想目标的实践上 自然更有机会创造动态均衡圆满的幸福人生 好了 今天我们讲的比较多 因为这是一个逆向思考的趋吉必凶挂 那最后我们聚朋讲义 学艺经 创意过生活 就到这边 感恩